那就是他打破了美国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惯例 他到现在为止创造一个记录 连任了四届美国总统 从1933年上任一直到1945年他因病逝世 那么他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个地位 应该说是绝对是低流总统里边当中都算是非常有作为的 应该说他一辈子忙活了三件事 头件事呢就是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 我们知道1929年这个美国经济危机到处都是失业啊倒闭啊贫困啊 但罗斯福带领美国人从这个经济萧条的困境当中走出来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我们前面呢在讲到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 曾经给大家说过参加珍珠港战役 包括后来这个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真正的核心指挥者就是他的总统罗斯福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罗斯福这辈子都是在跟疾病作斗争的 那么罗斯福的家族里边呢 应该说历史也有名人 他这一个远方叔叔啊名叫肖多罗斯福 那以前也是美国总统 曾经发明了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所以两辈罗斯福都是美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总统 所以这后来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 我们习惯的管这位罗斯福叫小罗斯福 我们为什么说他第三件事呢 是跟疾病作斗争的 罗斯福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残疾人总统 他的总统执政时期呢 全是在轮椅上度过的 他这个残疾是什么病呢 说白了就有点类似我们的小儿麻痹症 那么他这辈子我们说头见大事 带领美国走出金融危机 走出经济危机 我 弗兰克林罗斯福张言先世 作为美国总统 我将忠实履行我的职责 当时罗斯福上任的时候 我前面说美国已经是那么七八糟了 贫困 失业 各个企业倒闭 大家对未来感觉没有希望 罗斯福一上任 面对这么个乱瘫子 自己发表电视讲话 当时罗斯福就说了 我们最感到害怕的是恐惧本身 就是我们要再这么害怕下去 感到恐惧 那咱就真没救了 只要有勇气 我们能够战胜这些困难 我们只要有细心 就没有问题 那么光是说是号召大家鼓作勇气不行 罗斯福确实在发展经济上 你有一套 你比方说呢 他治理这个经济危机 有一个重要的政策 叫以工代振 就是我通过呀 给你创造就业机会 工作机会 来代替 给你发钱呢 发物啊 来赈灾 来救济 说白了 这就我们说的 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 就这么个意思 就我给你一项技能 让你挣钱 我比直接给你发救灾物资 给你对付利救济 比这个要强 这个观念在现在的世界范围都通用了 可那个时候还不是那样 结果他这么一搞呢 美国的失业率开始下降了 老百姓挣着钱多起来 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 三六年 他总统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 美国老百姓平均的国民收入 比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50% 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 第二个罗斯福呢 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 比方说罗斯福创造了 著名的卢边坦荒 什么意思呢 这美国不是经济危机吗 当时社会就开始出现混乱 这个时候呢 罗斯福就提出来 我呀得对着所有的这个 美国民众讲这话 怎么讲话呢 他要设计个场景 什么场景 这个讲话呀 放在总统府楼下的 外宾接待室 这个外宾接待实际不止呢 挺简单 我们知道美国那冬天取暖 有壁炉 这火着着 他就在壁炉旁边 接受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采访 在壁炉这呢 放个亏议器 然后这些媒体都来采访 罗斯福要制造什么环境 为什么在壁炉边接受采访 就好像在我家里跟你们大伙聊天 罗斯福就通过这种宽松的方式 创造亲民形象 所以个炉边谈话 就壁炉边的谈话 给人感觉这个总统没家的 跟老百姓离的距离非常近 所以在罗斯福认识 总共发表过30次卢边谈话 都是在整个美国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 要和美国民众通告点什么 他用这种方式感觉 总统离你很近 我再跟你商量事 一下子美国老百姓觉得 在这乱哄哄的世道之下 有这么个有主心股的人出来 跟你来推心之腹的聊天 使美国人这个公众情绪 非常好地得到了稳定 这就真正叫情绪稳定 所以这个体现 罗斯福不仅在经济上有手腕 而且人家在这个公关危机上 在亲民这些债术上 罗斯福是非常有一套的 有一些技巧的 那么在罗斯福的这种带领之下 美国一点点走出来经济危机 而且国力也一步一步的强盛起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在欧洲 我们说这个39年 提特勒闪电战袭击波兰 第二次小大人开大 在亚洲日本全面侵防 开启了这个亚洲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大了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 罗斯福是有着很大的野心 因为美国当时的国力 一点点强盛 也是顺利的以和平方式 度过了经济危机 这一点比欧洲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法国英国都要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罗斯福代表了美国的一种野心 就是希望在国际话语权当中 能占据老大地位 能取代英国这些国家 但是这个时候 美国民众普遍不赞同通过参战的方式 获得话语权 美国民众普遍不赞同通过参战的方式 获得话语权 这一点美国历史上管这个叫孤立主义 因为在美国历史上有个总统的约翰亚当斯 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说美国不需要到海外找一个怪兽来消灭 意思是什么 说美国这个领土本身在北美洲 等于跟世界当时的核心欧洲 包括亚洲离得非常远 你的战火轻易烧不到我这来 我也没有必要跑到你那去 参与你的一些事务 咱得孤悬海外 所以美国外交上长期奉行的 是这种孤立主 但是罗斯普觉得不能这么干 我美国国力一点点强大了 我要争取国际话语权 让美国说了算 如果英国法国苏联这些国家联合 把这个希特勒 把这个德国日本意大利给打败了 美国也没好 因为他们获得了胜利之后 世界整个殖民地划分这个格局 这些权益就将由英国苏联法国 这些国家来主导 也为美国什么事 所以说美国真要想在这种情况下 脱颖而出 是非要参与战争不可 昨天1941年12月7日 他将永远成为我们国家 耻辱的日子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 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 预谋的突然息息 使我们的军队遭受重创 我沉重地告诉各位 有三千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战胜敌人这次有预谋的侵略 我相信 美国人民 必将赢得 彻底的胜利 所以今天有不少人研究 说为什么1941年 12月7号 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当时显得没反应呢 有人认为这是罗斯福的苦肉计 通过这种方式呢 把美国拉进战争 这回你没得说吗 打咱们珍珠港呢 你还有啥说 咱得宣战吧 咱们前几天给大伙讲 这个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 已经把这些面上的事给分析了 其实你往前捋论 你发现 这个真有可能是罗斯福的苦肉计 大家可能忽略了 在39年以前 美国就颁布了两个重要的法案 国会通过的 一个叫中立法修正案 一个叫租借法案 什么意思呢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打一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完全的 就说跟二战一点关系没有 什么的 卖军火 我们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一开始美国不是没立场 它就向这边 这就是罗斯福开始的倾向 在一个罗斯福主导下 美国制定了 假如我要参战 我多少套作战计划 它叫12345彩虹计划 第五套这种计划 其中第二套第三套第五套这三套计划 全是针对日本 你就琢磨琢磨吧 五大计划 有三套针对日本的 你能说罗斯福没有想到 日本会在太平洋上发动战争 他想到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 这极有可能是罗斯福当初一个苦肉计 通过这个一下找到了最好的参战借口 你看我得打吧 只有参战 你才能在战后 世界格局的话语权当中 占据充分的上风 所以这一点罗斯福早就看不见了